第2921章秦南化戒主 5 灰蒙蒙的光滑 从石天君身上释放出来 竟然使得幽加三女打出的神体之力 还有天幽灵打出的帝威 凭空消失了足足七成威能 石天君可以令神通术法发生时空回溯 回到无的状态 但这种能力他一天内使用的次数不多 而且也要看对方打出的神通术法的威力 将红袖配合着幽加三女布下的杀菊 即便他献祭了一颗极为辛苦才凝练的时空之珠 也未能使其全部归无 轰 余下的力量 石天君无法避开 只能硬生生承受 当即被打得喷出了口鲜血 身上有数十颗骨头碎裂 时空之火 石天君迅速调动时空之力 火焰席卷全身 使得自身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你们竟然帮助邪神 简直是无耻 将圣和将取见状 顿时怒不可遏 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谁说就不能助邪神了 优加三女冷笑一声 再度施展出河级之术 三人之力化为一股 攻向了石天君 刚才他们的暴起 虽是突然 但石天君打心里没有信任他们 一直都有所提防 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过 凭此一击就能抹杀这样一位 曾经堪称五界第一的天之骄子 他们所想的就是 不断消耗石天君体内的时空力量 不断地压制他 让他无法帮到其他人 哈哈哈哈 离华翼和陆潮没有料到这一幕 不由大笑而起 气势在长 你们笑蛤屁 即使这三个臭女人帮助你们 你们也根本守不住情患 将圣和将取其声力喝 的确如他们所言 优家三女的加入 虽是一股很大的战力 但他们现在总共也就只有六人而已 却要面对足足五六十位 而且 每个一席的时间 石天君这一边的人 就会多增加一两个 时间一点点过去 石天君这边的人数 很快达到了足足七十余位 江洪秀 黎华一 陆潮 优家三女都受了伤 脸色为白 唯独好的一点 就是优家三女加入之后 他们以天幽灵护住了情男的周身 江洪秀不必再维持那个阵法 可以不断穿梭在战局之中 动用各种手段 帮助黎华一等人 就在这时 一道奇异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似终生 似灵生 似琴生 似消生 明明是想在耳边 却让人感觉是想在心中 是从灵魂之中传来 戒心空间中 几乎所有人的神情 都是唯唯恍惚了一下 他们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 那心底对于修炼的诸多不解 疑惑之处 此时仿佛全部都豁然开朗 完全明白 不仅仅是在戒心之中 这一道奇异的声音 还想在了戒气之外 正在厮杀之中的地身 光阴刀 东皇清等等修士们 还有处于无序星海中的所有修士们 全部都听见了 不止如此 这声音如同爵士浪潮一般 很快就传出了无序星海之中 传出了云爵先帝大幕的核心之地 传到了其他地方 传到了整个爵先界的各个角落 一时之间 此番赶来的五界巨头 全部都震动起开 借主将出 天地奇赫 大道之音 福泽万灵 一味准地巨头自语一声 仔细聆听 心中竟是隐隐有所悟 不有感叹道 距离上次听见 已有三百余年了啊 怎么这么快就要诞生借主了 是啊 这次借主诞生的速度 着实有些快了 这距离诸多天之交子进入里面 还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啊 泽泽 惊心动魄的时候来了 希望东皇清那小子不要让我失望 我在他的身上 可是下了重注 你这赌注肯定打水漂了 本座之徒陆朝 必然会成为借主 你可就被自吹自擂了 陆朝虽说不错 但比起那几位借子 还是差了一段距离 你们也不必在此争论 大道之音一想 想撤三迁徙之后 新的借主 就会完全诞生于绝仙界之间 到时候你们便知道是谁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老了的缘故 总感觉这次大道之音要比以前的大道之音 更为清脆 更为响亮 哈哈 你肯定是老了 这大道之音一贯如此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区别 一位为巨头们 纷纷开口 目光齐齐看向了那核心之地 不得不说 到了这个时候 就算是这些巨头们 心也忍不住悬了起来 毕竟他们的传人或族人 能不能成为借主 还是很重要的 红秀 希望你不要让为父失望啊 将怀明心中暗道一生 同时也在暗中叙事 准备着手段 以往的时候 借主诞生之后 所有人都会指歌 基本不会对新借主动手 因为一位准地成为新借主之后 战力就会变得格外恐怖 远超其他准地 但是 这一次不同了 这一次争夺借主之位的 都乃是各方势力的年轻一代 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和忌惮 各方敌对势力 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一位 年轻借主成长起来 必然会趁着弱小之时 想尽办法将其彻底抹杀 对江怀明来说 如果是红袖 他必定要拼死守护 如果是那几家的人 他也肯定要将其抹杀 第2922章情南话借主 6 与此同时 借新空间 十天君 江圣 江曲等等天之骄子们 很快就反应过来 脸色顿时变得阴沉下来 他们都知道 大道之音一响 就只需要三千席的时间 情换便能彻底成为借主了 这比他们预料中要快上了很多 如此一来的话 他们斩杀情换的机会 也就要小了很多 只剩三千席了 离华裔和陆朝都是精神一阵 以他们展现出来的战力 将有足足五成的机会 撑到三千席之时 杀 十天君力和一生 打出时空之术 到了这一地步 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只能竭尽全力 轰轰轰在一道道爆炸声中 大道之音接连响起 不只是巧合 还是冥冥中的规则 大道之音每个一席便响起一道 仿佛成为了秦幻的独有时钟 让所有人都伴随着声音 一点点地去见证秦幻的崛起时刻 大战变得越来越激烈 时间的紧迫感 让十天君 江胜 江曲 赵无双 雷红山等诸多天之骄子们 完全放下了心中的戒逼 神念不断沟通 深法相互配合 打出了一套套战术 但是 将红袖修成大成玲珑神体之后 一双眼睛仿佛能窥破一切人心 他们想出的各种计划 往往只是施展到一半 就被将红袖强行打断 第五百席之时 十天君心中刚刚大喝一声好机会 正待打出一门禁术 天穷上便射来了一道玲珑之光 要斩掉他的头颅 逼得他不得不向后退去 心中颇为压抑 第七百席之时 江胜和江曲两人 趁着混乱的战局 刚准备冲入天幽灵之中 那幽水瑶不知何时被传到了两人上方 翻手便打出了神光大印 令得两人遭到冲击 只能重新退回 江红袖 池天君 江胜 江曲三人拳头紧握 他们在大战之前 一再提醒自己 绝不能小看了江红袖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江红袖的能力 依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准确地来说 先前血缘大战 涉及到的修饰实在是太多了 江红袖并无法充分发挥 如今只剩下百余人 江红袖的能力更好地展现了出来 无论是对战局的细节把握 还是对黎华一五位天之骄子的调动等等 都达到了一个堪称恐怖的地步 退回天幽灵内 第九百席之时 江红袖传去神念 正与他人厮杀的黎华一陆朝 幽家三女身形迅速一晃 落到了天幽灵的下方 犹如武尊神明般 固在了秦幻的石杖之处 天幽静咒 幽家三女盘膝而坐 结出幽家秘法 从他们三人身上 立即涌出一道道神光 没入那天幽灵之中 将红袖双手结印 向下一拍 一道道阵纹 浮现而出 玲瓏归原阵 从玲瓏龙凤玉中 习得的玲瓏阵法 离华一和陆朝 踏入阵法之中 相互归位 将红袖主持阵法 使其释放出来了一道浩瀚光芒 同时没入天幽灵中 刹时间 天幽灵绽放璀璨金芒 在那一道道大道之音中 竟是响起了无数鬼神的低语声 他所释放出来的威压 更要比之前强横足足十倍 令得石天君等人 脸色齐齐一变 江红袖居然还藏了这样的手段 池天君等人都是内心震动 天幽灵作为幽加镇足地气 那肯定只有幽加血脉 才能够将其催动 幽加三女自身修为较低 故而无法发挥其真正力量的百分之一 可是 江红袖刚才的那座神秘阵法 居然使得他们也可以将自身力量 打入天幽灵之中 完全不受阻碍 这下怎么办 天幽灵的力量被激发出不少 再加上他们六人的契机完全融入其中 那天幽灵能够展现出来的防守之力 必将会极为可怕 石天君脸色阴沉 脑海中闪过了一道道念头 就在此时 戒气之外 原来的岛屿 已经被各种可怕的力量 给完全撕碎成为了粉碎 唯有绝先碑方圆千丈的大地还仅存着 成为了一方净土 毕身镇守在戒气上方 打出各种恐怖力量 光阴刀斩出无数刀器 一边集退云绝先帝地身的同时 尽量把更多的天之骄子给纳入其中 伴随着一记记到音响起 毕身和光阴刀爆发出来的力量 变得越来越强大 迸发出来的意志 也越来越惊人 仿佛他们回到了当年 跟随着绝法先帝背水一战 但是 他们面对的修饰 实在是太多了 不管他们使用怎样的手段 仍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一个葛禄网之鱼 不断冲入戒气里面 不对 云绝先帝地身释放出来的力量 正在逐渐地变弱 刚才击退的那十几位天之骄子 已有三席不见了身影 地身忽然察觉到了问题所在 不好 地身和光阴刀很快心神大战 但已经为时已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东皇清率领着十几位天之骄子 冲入了一处缺口 冲入了戒气之中 第2923章秦南话戒主 西 转眼间 第二千灵一道大道之音响彻整个决仙界 戒心之处 十天君 江圣 江曲等等天之骄子们 军事联手诸多护道者们 组成了一个葛战阵 爆发出来了极为强大的力量 犹如一道道 红流一般 冲击着天幽灵 从远处看 他们声势浩大 仿佛胜券在握 但进楚看去 就会发觉他们的神情 都带着浓烈的交集 眉宇间还有不甘与愤怒 明明他们有着足足90余位强者 人数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可现在他们反而显得极为狼狈 时间没有多少了 只有999席时间了 这是每一个天之骄子和修士的念头 准确的来说 他们只剩下998席时间 更为可怕的是 如此短暂的时间 他们仍然还没有想出破开天幽灵的方法 虽说他们不断的冲击 多多少少令天幽灵下方的江洪秀六人 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余下900多席的时间 并不足以彻底正愧他们 稳了 与他们的交集相比 离华翼和陆潮彻底松了口气 脸上不由浮现出来了笑容 三位姑娘 此次真是多谢你们了 离华翼和陆潮由钟传音 两位不必客气 我们也没有出多少力 主要还是红秀姐的阵法奇妙 幽水灵浅浅一笑 幽水瑶和幽水瑜也是神态轻松 他们这一次 赌对了 但 就在这时 促使古惊人的气势 陡然降临在了戒心空间中 嗯 将红秀六人目光立即看去 先前都是两三位修士的到来 此时竟然一口气来了这么多人 这一看之下 他们神色奇奇一惊 东黄青 不只是他们 就连十天君 江胜 江曲等等天之骄子们 脸上也露出了抹震惊之色 万万没有想到 东黄青居然来了 而且还一口气带来了 十二位其他天之骄子 看来 时间刚刚好啊 东黄青淡淡一笑 当大战爆发之时 他便做好了两手准备 如若大道之音未能响起 那就说明秦焕已被十天君等人斩杀 或者是恋化借其失败 他便无需下来 如若大道之音响起 他便要在最关键的时刻赶来 为了做到第二点 他可是做出了不小的牺牲 因为 他一旦擅自离开 云绝地深就无人执掌 所能释放的威力 就会大大减少 在这期间 凭借光阴刀的锋芒 足以重创云绝地深 等到他在主持云绝地深之时 地深的力量 还有效果等等 必然会大打折扣 甚至可能变得不如一件准地器 当然了 也是因为这一点 东黄青的计划才能够成功 毕竟 在所有人看来 即使击亏了江洪秀等人 但是谁斩杀秦幻 成为新的戒主 这根本说不好 在有了帝深的情况下 东黄青完全没必要冒险 一尊完好无缺的帝深 虽说比起戒气还是逊色不少 但差距也没有那么大 东黄青 你还真是有魄力啊 为了斩杀秦幻 居然连云绝地深都不顾了 难道你就那么有把握 一定能够亲手杀死秦幻吗 黎华一冷声开口 我并没有把握亲手杀死秦幻 但只要能杀死秦幻 那便足矣 东黄青身上绽放盛光 威严霸气 区区一见地深 气了便就气了 没有他 我依然可以踏入先帝之境 说到这里 他直勾勾地看着江洪秀 道没有人可以忤逆我 即便你成为了大成神体 你也不能忤逆 所以今天我先摧毁你的道理 将红秀美眸一冷 道此件事了 我会亲手斩你 哈哈哈哈 有气魄 那我倒要看看 你到时候怎么斩我 东黄青大笑一声 也不传音 而是朗声道 诸位道有 要想破开天幽灵 并非易事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接下来 我将传诸位一法 请诸位在百息时间内 将其大概掌握 随后听我调遣 说完之后 东黄青大手一挥 上百道光芒飞了出来 飞入了十天君 江圣江曲等等人的 誓海之中 这事 十天君等人迅速沉入其中 他到底准备了什么法门 离华一 入朝 又加三女见此情形 心中不由一尘 一种不安感在心底渐渐蔓延 百息时间 弹指变过 东黄青没有浪费丝毫时间 也没有理会别人是否掌握 双手结出一印 从他体内顿时飞出了十五滴血 此血一出 一股恐怖的威压 立即降临在了戒心空间之中 居然与天幽灵释放的帝威 能够分庭抗礼 地血 离华一等人同仁一缩 惊声道 不对 这并不是普通的地血 不错 此为我从云绝地深里面 抽练而出的十五滴至纯地血 每一滴的价值 都超过了一尊准地气 东黄青说道 离华一等人不由倒吸了口冷气 东黄青真的是疯了 居然做到了如此地步 第2924章情南话戒主 8 以血为影 降天之力 东黄青 石天君 江圣 江曲等等十五位天之骄子 全部站了出来 双手结出同样的法印 那一滴滴地血 立刻无火自燃 释放出来了一股棒驳力量 其他的天之骄子 巅峰神皇门见状 迅速来到了东黄青 石天君等人的身后 双手也结出了一个葛应杰 云决战天阵 十五个阵法立刻凝聚出来 在那阵中每一个人的契机 都融在了一起 并且产生了某种质变 不到如此 一股惊人的意志 从每一道阵法中迸发而出 仿佛要打破一切枷锁 哪怕是天地大道横在面前 也一样要打破 此阵乃是黎华一从云决地身中 领悟的一种阵法 当年的云决先帝 创造了这样的阵法 并且还融入了自己的四肢百孩之中 故而使得肉身达到了一个极强的地步 当然了 黎华一获得云决地身 并未有多长时间 此阵的奥妙 他还尚未领悟十分之一 但眼下的情况 那已经足够了 哼 没有任何一句废话 黎华一是天君等等十五位天之骄子 分别率领着各自的大阵 朝着天幽灵冲去 黎华一入朝 又加三年脸色齐齐一变 就连将红袖的美眸 也是不禁唯唯一缩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冲来的不是十五道阵法 而是十五道仿佛达到了天地间极致的锋芒 这样的锋芒 具备了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他们六人之中 恐怕除了将红袖之外 无人能够接下其中一道 轰 轰 轰 十五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那天幽灵降下的地灰 顿时剧烈震战起来 而且 这还不算完 十五道阵法的力量 像是潮水一般 一波接一波冲击而来 似乎想要一口气将这地灰撞碎 天幽灵之灵感受到了危机 铃声剧烈震战 发出了一道道高昂的声音 一股股玄妙的力量 波荡而出 黎华裔和陆潮都是看得心头发寒 还好有着天幽灵在此 否则如此可怕的冲击 他们恐怕都挡不住一席 照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还有机会 能够坚持到第三千席 黎华裔和陆潮反应过来 心中想到 只不过 他们的希望 要变得小了很多 已经不足三成 但换个角度去想 这已经是极为不错了 如果东黄卿再早一迁袭下来 他们恐怕连一城机会都没有 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那我何必拿出这云决战天阵 东黄卿嘴角一勾 他与十天君等十五位天之交子一起 手中法应忽而一变 轰 持五道无形的力量 再度从阵法上迸发而出 宛如十五把无形之剑 竟是穿过了地灰的封锁 直接朝秦幻展去 用云决地穴 施展着云决战天阵之后 已经可以发挥出云决战天阵的一部分力量 云决战役 此役所拥有的力量 虽说并不强大 远远比不上东黄卿等人刚才的冲击 但他可以穿过地气封锁 直接攻击目标 离华裔和陆潮悚然一惊 旋即瞬间反应过来 大吼一声 休想 虽说两人体内大部分的力量 都已打入了阵法 融入了天幽灵 但他们的神体力量仍然还存在着 离华裔和陆潮几乎同时来到了秦幻的面前 身上爆发出了刺目神光 就要将这十五道无形力量拍碎 云决化一 东黄青脸上的弧度更大 他单独施展一个法印 那十五道无形力量 竟是瞬间融合一起 不好 江洪秀和优家三女 立刻准备出手 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快到江洪秀都无力阻止 给我破 黎华裔立刻感受到了一股惊人的危机感 他知道已经退无可退 必无可避 当下将自身的神体之力完全释放 轰 黎华裔身形倒飞而出 江洪秀的玲珑之力浮现在他的背后 将他身形给接住化解了绝大部分的冲力 但眼下的黎华裔浑身破开了上百道的伤口 一滴滴神血不断流出 使得他整个人都变为了血人 奄奄一息 气入油丝 混账 陆朝怒目瞪圆 爆发出了一股惊人杀意 可 我没事 只是接下来 没法帮你们挡了 黎华裔削弱道 接下来交给我们 将红袖手指移动 黎华裔的身形 就被移到了情换身后实障之处 东皇清 我陆朝若不杀你 势不为人 陆朝怒吼一声 体内涌出道道剑芒 哈哈 东皇清大笑一声 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道 你们绝大部分的力量 都已打入了天幽灵之中 现在你们已经倒下了一个 还只剩下五个 接下来你们还怎么倒 回阵 叙事 东皇清话音一落 十五道阵法立刻重新回到了原位 一道道可怕的意志 重新在阵法上面凝聚而起 东皇清拿出来的那十五滴滴血 就是为了让这十五道阵法 能够一直施展下去 第2925章秦南话借主 九 至此 第二千零九十道大道之音响起 换而言之 刚才东皇清等人从续世道结束 仅仅花了八十九席时间 距离三千席 还剩九百一十席 也就是说 东皇清等人还可以攻击九次 十天君 江圣 江曲等等天之骄子和巅峰神皇们 都想到了这一点 双眸中不由露出神芒 心中更是升起了一股兴奋 激动之感 先前的不甘等等 都是荡然无存 机会来了 而且 还有足足九成九 要知道 现在天幽灵之内 仅剩江洪秀等五人了 他们如何能够挡住九次 不仅如此 天幽灵的地灰 能够挡住多少次 都根本说不好 一旦地灰破碎 以他们这大阵之力 必然可以瞬间击溃江洪秀等人 江洪秀 凭借你的智慧 想必已经看到了结局吧 你该如何选 我很期待 东皇清直视着江洪秀 满脸含笑 就像是在欣赏着自己的猎物一样 江洪秀神色平静 他没有理会东皇清 而是看向了优家三女和陆潮 传音道 眼前的局势 你们想必都明白了 你们能做到这一步 我感激不尽 想必情换意是如此 所以 你们退去吧 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他知道 这一战几乎已经没有机会了 与其让优家三女和陆潮为难 还不如他主动提出来 优水瑶和优水语面了犹豫 优水灵确实倾笑一声 道 我们退去了 那你呢 以你的性格 想必会拼到最后一刻 甚至是付出生命吧 的确 让我们替秦焕付出生命 那绝不可能 但江洪秀 你也不要小瞧了我们 既然我选择成为你的朋友 那必然要陪你奋战到最后一刻 直至历劫 优水瑶和优水语听的这一番话 瞬间就坚定下来 是啊 如果是朋友 岂能不拼到最后一刻 江洪秀 你这是在羞辱我吗 我陆潮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陆潮于怒为消 传音之时 故而声音极大 黎华一已经拼得之剩下最后一口气 我陆潮也可以做到 江洪秀双眸拨动了一下 沉默了一席 道既如此 那便迎战吧 此时此刻 又有三位修士 来到了这界新之处 东皇清 十天君等十五个阵法 也重新叙事完毕 恐怖的锋芒 重现于是 撞击在了那底灰之上 天幽灵剧烈阵战 铃声响彻八方 江洪秀五人的身形 全部聚集到了秦南前方的武藏之处 五种不同的神体 绽放出来了不一样的光辉 旧婉如一座大山般 要替秦南挡下所有的灾结 轰轰轰 钢气迸发 气机狂倦 随着黎华一等人法应一变 无形之剑再度斩来 将洪秀等人合力出手 与之对上 随着一声乍响 优家三女和陆潮 同时吐出了口鲜血 面如精指 将洪秀浑身细血翻涌 绝美帝脸庞 也更白了一分 还剩整整八次 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池天君 江圣 江曲等等天之骄子和巅峰神皇们 见此情形 嘴角不由浮现出来了抹鸡潮的笑容 现在退去不好吗 明明没有任何意义了 还继续下去干嘛 非要把自己弄得身负重创 奄奄一席 以此来彰显情谊 简直是可笑 不过 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 事情发展到现在 所有人底牌进出 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重新叙事 继续冲击 一道道大道之音 不断响彻整个决心界 无数的生灵们 都有此大祸必毅 不断领悟 不断突破 代表着各方势力的巨头们 彼此间的暗流 也变得越来越凶猛 没过多时 在那些新空间中 第三次冲击已至 那天幽灵绽放的抵挥 阵战的愈加剧烈 但天幽灵仿佛也因此激发了更为可怕的力量 发出了更为嘹亮的铃声 江洪秀五人再次受到了打击 这次江洪秀的嘴角 都溢出了一道烟红的鲜血 陆潮更是被冲击得丹西贵的 用尽力器材站起来 他体内的力量 几乎已经快完全压榨完了 可 还剩足足七次 不久后 第四次冲击来了 在那漫天的爆炸声中 东皇清发音一变 无形之剑再度穿过地灰斩下 随后不久 第五次冲击来了 第六次冲击也来了 又加三女再度张口喷出了一道鲜血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娇艳明媚 反而如同凋谢之花 身上的长裙 被鲜血浸透 白嫩的肌肤 更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江洪秀也是身上洒满了鲜血 再无先前那般惊艳的气势 路潮更为凄惨 左臂直接被斩断 劈头散发 全无一带见到天之骄子的风采 彭秀 抱歉了 我们只能帮到这里了 又水灵艰难开口 只能退到离华一身旁养伤 若再坚持下去 那将会违及性命 先前的六人 只剩下了两人 与东皇清等人相比较起来 无论怎么看 他们都显得那么单薄 无力 仿佛轻而易举 就可以将其撕碎 然而 直到现在 东皇清等人还可以攻击四次 第2926章情南话借主 十 东皇清 十天君等人重新返回 重新叙事 虽然他们没有说话 但路潮能够感受到 那一双双看来的眼睛中 充满了不屑 轻蔑激疯 还有一点敬佩 敬佩 路潮捂着自己的断臂之处 血液将手掌完全浸染 无声地笑了笑 敬佩的眼神 一直都是他比较享受的 但恰恰这种敬佩 是他格外厌恶的 还有四次啊 路潮深深吸了口气 空气进入他的体内 竟然有种针扎般的感觉 就像是吸入了一股刀气 令他格外难受 他已经到极限了 他的致见神体 已无多余的神力 不仅是这样 他一身致见见骨 已经受到了损伤 退下吧 江洪秀淡淡的声音 想在他的脑海之中 让他发觉从始至终 江洪秀的语气始终是这般 仿佛永远都不明白 接下来的形式 将有多么恶劣 我还能再称一会 路潮艰难地笑了笑 这一下他有点羡慕离怀疑了 可以那么干脆果断地躺下 不用继续面对 其实他也可以 他现在退下的话 没有任何人可以埋怨他 因为他受的伤势 比尤家三女还要重一些 但他运气就是那么不好 偏偏还剩下一口气 如若就此退去 他必会见新蒙臣 很快 东皇清 石天君等等 十五道针法再度冲来 路潮不知是不是自己出现了错觉 这十五道针法仿佛比先前更为强大了 犹如十五头绝世天龙 气势磅驳 轰 一连窜的轰鸣声响起 路潮强撑着身体 让自己依旧站得笔直 他双眸灼灼地看着前方 等待着那十五道无形之剑的站来 不知为何 他感觉这一刻时间波得好像慢了不少 他能够清晰地看见十五道针法的力量 与天幽灵的地挥不断碰撞 交锋 刷十五道无形之剑斩来了 在路潮觉得极为丑陋的那张笑脸之下 十五把剑融为了一体 卷起了澎湃大势 路潮感知道 将红袖体内冲起了一股股玲珑之意 似要演化一座玲珑山羽之抵挡 则 不愧是曾经让我痴迷的女人 都到了这一步 还有这么多力量 路潮心中感慨了一声 情患者王八蛋命还真好啊 雨江洪秀杰为了道理 不对啊 情患者或不是我的情敌麻 我怎么在这里替他拼命 这好像 他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他的身形也动了 嗖的一声 在优家三女和东皇清 十天君等等 上百位修士吃惊的目光之中 他竟然用自己的身躯 冲到了那把剑之前 用最后的一口气 催动自己的剑骨 独自一人挡下一次攻击 黎华一 这一次 我比你可是强多了 路潮心中大吼 轰 他的意识 几乎瞬间被吞没 那把无形之剑的力量 像是那滔滔大海一般 冲击着他的整个肉身 使得他浑身上下一根根剑骨断裂 一滴滴神血 更如同天女散花般洒下 将红袖脸色一变 立即打出玲珑大棋局 将陆潮倒飞而出的身形给接下来 磨到了黎华一的旁边 优家三女目光看去 只见到陆潮浑身上下已无一处完好 气机已经跌落至一个难以想象的谷底 纳致剑剑骨的剑翼 更是变得极为虚弱 并且断断续续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重创了 连陆潮的神体都已经被伤到 根基也被伤到 陆潮想要恢复到自己的巅峰状态 至少也要二十年的时间 二十年的时间不长 但对于天之骄子来说 二十年足以落后他人一大劫 卧槽 这家伙疯了吧 居然用自己的神体 隐生生挡住了一次攻击 我若没记错的话 此人不是深爱将红袖麻 如今为了情患 居然做到如此地步 可笑啊可笑 关键是这家伙就不明白 他纵使挡住了一次攻击 以将红袖目前的状态 也根本挡不住三次攻击 结局不会有丝毫改变 这陆潮 还真是愚昧到了极点啊 一位为天之骄子和巅峰神皇们 都是忍不住开口 东皇清只是稍稍惊诧了一下 便就恢复了正常 对于这些蝼蚁的挣扎 他向来都是完全不在意的 江红袖还剩下三次 你要怎么选 东皇清直勾勾地看着江红袖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江红袖转过身来 一双凤眼变得极为锐利 这样的眼神让东皇清瞬间就明白了 笑容不减很好 他手掌一挥 众人再度退下 重振旗鼓重新叙事 江红袖这也是打算死磕了 传闻中不是说江红袖完全不喜秦幻吗 如今怎会为了秦幻做到如此地步 虽是不喜 但终究是他的道理 更不要说在神武官的时候 秦幻为了他还力挽狂澜 以他的性格 并会死守的 不少修士神念彼此交流 他们觉得路朝的举动极为愚昧 但对于江红袖 他们还是打心里钦佩的 这个女子已经可以堪称传奇 不过 有两个人 看到江红袖的举动之后 心中简直是狂喜 第2927章情男话借助 十一 这两人正是江圣和江许 当优家三女倒下的时候 两人心中就在祈祷 江红袖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定不要知难而退 因为 就凭现在江红袖的状态 如果死撑下去的话 必然只有死路一条 如今 江红袖果然没有让他们失望 江圣和江许对视了一眼 都从彼此的眼神中 看到了对方的想法 先冷静一下 不要高兴得太早 江红袖如今仍然死守 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到极限 有可能到了极限之后 江红袖也会退去 江红袖啊江红袖 在我们的心底 你可是最重情重义的 哪怕要死了 你也不会退缩丝毫 你可千万别让我们失望 江圣和江许心中暗道 这种时候竟然令他们有点紧张起来 很快 第八次攻击到来了 哪怕只剩下了江红袖孤独一人 东黄青等人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耽搁 一时之间 爆炸之音和急促铃声 响彻整个戒心空间 所有人都清晰看到那十五把无形之剑融合之后 朝着江红袖头顶斩下 江红袖眼睛不眨 也一步不退 打出所有的玲珑之力 轰 这一剑最终还是被挡下了 但江红袖的身形被震退了五丈有余 在他的胸口之处 更是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里面溢出的神血 格外的刺眼 江红袖的呼吸 也变得急促了起来 一缕缕长发 散落在了他的额前 原本苍白的脸色 变得更加苍白 犹如死人一般 这位令五届惊艳的天之娇女 已经到了极限 所受的伤势 虽不及露潮 但要比优家三女严重得多 还有两次 东黄青脸上的笑容减少了些许 再次退回 重整旗鼓 所有人都看到 江红袖咳出了几口神血 身形摇晃了几下 最终还是站在了情患的前方 没有丝毫挪走的打算 就是这样 不要走 一定不要走 江圣和江曲心中都是紧张万分 极为忐忑 他这是 准备赴死吗 不少人的心神 都震动了一下 借心空间的气氛 也莫名地凝重起来 又加三女见此情形 同人唯唯一缩 幽水灵更是忍不住传音道 江红袖 别撑了 你大成神体固然厉害 但你比刚才的路潮 伤得还要深 你若继续下去 必死无疑 退下吧 东黄青他们还有两次机会 你就算以死挡住了这一次 东黄青他们仍然可以用最后一次杀了情患 到那个时候 你们两个可就都死了 与其如此 还不如就此退去 至少等你以后还可以亲手为情换报仇啊 你要明白 你可是好不容易才得到了玲珑传承 如果死在这里的话 那将红袖充耳不闻 无论幽家三女怎么说 她都不畏所动 就那样的 站在那里 直视着前方 脸上没有其他的表情 终于 第九次攻击到来了 无形之剑 穿过地灰屏障 直接向前斩下 不少天之骄子和巅峰神皇们 都是眼神复杂 这位天之骄女 要就此陨落了吗 好 好 好 江圣和江曲心中尤为激动 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幕 她们要一个细节也不落地 见证江红袖的陨落 见证她们在江家彻底崛起的开端 无形之剑速度惊人 卷起了棒驳大势 虽然她的威力不强 甚至比不上一位一般的 巅峰神皇的权力一级 但在她之下 现在的江红袖 显得那么渺小 那么孱弱 幽家三女脸色剧烈一变 但当她们选择恢复之后 她们便已无法为其出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就在这刹那之际 一道极为古老的玲珑之光 从江红袖体内深处迸发而出 哎 你这性子 也太刚烈了 没想到这一杀截来得这么快 你也不要怪老夫带你走 我不想她的心血 就此百废 孤道人的叹息声响了起来 她的意志虽已消散在天地间 但她当初送江红袖过来的时候 她还是在江红袖体内留下了一道力量 这道力量不强 但足以带江红袖离开此地 摆脱这一道杀截 然而 就在这一刻 江红袖单手结印 那一道古老的玲珑光芒 竟是摆脱了控制 笔直地向那道无形之剑冲去 哄 这一剑 仍旧被挡住了 可是那爆炸的鱼泊 就如同神龙百尾般 抽集在了江红袖的身上 令她一身伤势变得更重 犹如风中残竹 即将熄灭 以 孤道人的声音一惊 江红袖竟然早已察觉到了她的手段 还提前在体内留下了法印 可以借用她的手段 你的天资 比我想象中还要高 可惜你 罢了 罢了 孤道人窥探一声 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挡住了 江红袖竟然还留下了底牌 帝徽之外的那上百位天之骄子和巅峰神皇们 都是炸开了锅 根本不敢置信 第2928章情男话借主 十二 至此 第二千九百二十道大道之音响彻绝仙界 那些天之骄子和巅峰神皇们眼里的复杂之色不在了 心里的钦佩也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强烈的京剧感 就连十天君亦是如此 他不会还有底牌吧 他不会还能挡住最后一道攻击吧 怎么会这样 江胜和江曲内心都有点崩溃 都到这个地步了 他还有底牌 他难道是无法击溃的吗 又加三女愣愣地看着江红袖的背影 他们刚才说的话都是白说了 他们底牌都施展完了 甚至拼成了重创 他居然还留了底牌 哈哈哈哈 突然间 一道大笑声响起 只见到东皇轻鼓了鼓掌 满脸欣赏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 但是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你保命的底牌 也是你最后的一张牌吧 江红袖没有回答他 只是微微侧头 对着优家三女传音道 实在抱歉 先前不是不施展 而是只有性命攸关之时 这一招才能够用出来 优家三女顿时就明白了 心里也释然了 东皇轻没有猜错 既然连你保命的底牌都用出来了 那就没必要坚持下去了 我现在就催动天幽灵 我们一起离开此处 优水灵迅速传音道 江红袖沉没了一席 道 再挡住一次 他就成功了 优水灵悚然一惊 江红袖还是要用命去抵挡 第二千九百四十九道大道之音响起之时 东皇轻再度率领十五座大阵 以着惊人之势 冲击在了那底灰之上 虽说先前东皇轻的那句话 令不少人恢复了一点信心 但此时他们的心情 仍旧是忐忑不安 尤其是十天君江盛江许 如果还有 那可就功亏一篑啊 不过 东皇轻没有丝毫的忐忑不安 他很明白江红袖的性格 如果他还有力量 绝对会使出来 不会让路朝那般拼命 他的双眸 只是死死地盯着江红袖 他心里知道 如果江红袖不走 那他就是准备赴死 他想要看看 江红袖会如何抉择 一道道轰鸣声 不断地响起 一道道大道之音 也变得更为洪亮起来 最后的时刻 绝先借整片天地 都隐隐开始激昂 第二千九百七十九席之时 那十五把无形之剑 再度凝聚出来 但是 谁都没有料到 十五把剑还没有斩出 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骤然响起 天幽灵发出了一声哀鸣 那绽放的璀璨地灰 竟是被冲撞出来了一个缺口 东皇清 石天君 江圣 江渠 以及赵无双五位 天之骄子率领的阵法 瞬间就没有了阻碍 冲入了地灰之中 地灰破了 地灰破了 哈哈哈哈 石天君 江圣 江渠等人见此行刑 一股巨大的惊喜感 从他们心底升起 虽说刚才冲击地灰 已经消耗了他们 阵法不少的力量 但他们现在有足足五座阵法冲了进来 再加上那十五把剑 他们所能够爆发出来的力量 将会极为可怕 斩杀一位巅峰时期的天之骄子 都完全不在话下 哪怕江红袖还有什么底牌 也根本挡不住他们 不好 又加三女脸色大变 如此可怕的冲击 江红袖将尸骨无存 然而 江红袖就站在那里 他一动也不动 眼神清朗 面无表情 宛如一钻石像 他刚刚得到太虚先帝的传承 刚刚得到玲珑传承 如果他退去的话 他必然会有很大的机会 冲击先帝境界 他知道 他这样的举动 非常的愚蠢 但他仍然这样选择了 因为这是他的本心 这是他的道 从他选择守护秦焕成为戒主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没有想过要退过 死也不退 如果退了 就算未来成了先帝 那又能如何 这就是你的选择吗 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东黄青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愤怒和争鸣 既然我永远的不到你 那我就亲手摧毁你 对于东黄青来说 在这一刻 他已经不想杀秦焕了 因为这个女人用他的举动告诉了他 即便秦焕被杀了 他也根本没戏 如此一朵绝美的鲜花 既然他的不到 那他也不容许其他人得到 我以玲珑身 正我玲珑心 将红袖大鹤一生 身上绽放出来了微弱的神光 玲珑神体不像陆潮的智剑神体 可以在体内凝结剑骨 使得肉身极为强大 但他达到玲珑神体大成之后 他也蜕变成为了玲珑之身 比起智剑神体的剑骨 还要更强一筹 正是如此 他没有选择退 他还可以用自己的玲珑身 挡住这最后一次 恐怖的契机 压在了将红袖的身上 并且即将撞击在他的身上 这一刻大道之音 响在了第二千九百九十道 还剩下最后十道 谁也没有看见 秦南那盘膝而坐的身体 正在剧烈阵战着 四在挣扎 四在冲击 第2929章秦南画戒主 十三 时间往前推移 当秦南完全掌握了 洞天福地杀地禁地 在世强者等等之后 成为了当今觉仙界之中 对觉仙界最为了解的人之后 他便来到了一处 灰蒙蒙的空间 随后不久 第一道大道之音 响在了这灰蒙蒙空间 响彻了整个觉仙界 秦南很快心生明悟 这是最后一个仪式 大道之音三千响 借主但于天地间 原本 秦南也尝试着聆听大道之音 看看能否有所感悟 结果他很快发现 这大道之音在他的耳中 就如同普通的铃声一样 没有丝毫玄妙之处 这可能是因为 他即将成为戒主的缘故 故而无法像其他生灵一样 得到这一点众生机缘 眼下无事可做 秦南尝试着 能不能感知自己的身体变化 但他很快又发现 他就像是被隔绝在了 这灰蒙蒙的空间内 失去了一切的感知力 看来只能等大道之音想完了 秦南心中暗道 这恐怕谁也想不到 在新任戒主诞生之际 将会经历三千席的无聊时光 什么也做不了 即便想推演功法 时间也太短暂 根本不够用 只能在这灰蒙蒙空间内 干巴巴等着 如此 一直到第二千道大道之音响起 一变突然发生了 整个灰蒙蒙的空间剧烈阵战起来 秦南更是感受到了一股彻股寒意 怎么回事 难道有杀结 秦南眉头一皱 全集 他前面的灰蒙蒙空间 如水一般波动起来 随后浮现出来了一幅画面 透过画面 秦南立刻见到 将红袖武人立于天幽灵之下 远方东皇清等人组成十五座阵法 如龙一般冲来 东皇清 池天君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秦南神色一愣 但很快就想清楚了事情的关键 东皇清等人能够找来 恐怕跟汽灵少号有关 但 这已经不是紧要的了 即便是隔着画面 秦南也能够感受到 东皇清他们阵法的可怕之处 这想必也是让他感受到 车骨寒意的缘由 很快 十五座阵法 冲击在了天幽灵的地灰之上 爆发了惊天动地的碰撞 地灰虽然很强大 挡住了这十五座阵法 但秦南心中升起的含义 竟是越来越浓 这十五座阵法有古怪 秦南心生一念 东皇清等人法应一变 十五座阵法中就打出了十五把无形之剑 突破了地灰 朝他身形斩来 秦南心中一警 就见到黎华裔和陆朝冲了出去 但东皇清法应再度一变 十五把无形之剑合为一体 斩在了黎华裔的身上 黎华裔 秦南脸色不由一变 拳头下意识地钻紧起来 这还没有结束 东皇清 石天军等人的阵法 很快就重新叙事 再一次冲了过来 秦南心中刚刚消散的寒义 再度冲了起来 秦南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看着这一幕 以他的眼力 自然已经看出来了 江洪秀等人已经没有了太多力量 应该是先前就有大战 消耗了不少 反之 这可怕的阵法冲击 算上这一次 东皇清等人可以做九次 即便天幽灵可以一直撑下去 但那无形之剑 根本挡不住 让我出去 秦南意志迸发 在这灰茫茫空间内低声吼道 但是 无人理会他 无论他怎么吼 怎么爆发意志 都没有人理会他 第二次冲击结束 秦南看到江洪秀脸色白了 路朝他们浑身被鲜血染红 不要挡了 没有任何意义 若真到了生死关头 这戒气定然会让我离开这个空间 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 秦南大声喝道 可他的声音 依旧也传不出这灰色空间 第三次冲击很快来了 紧接着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秦南看到他们身上伤势越来越多 气息越来越虚弱 心神像是受到了某种可怕的冲击 战力得越来越厉害 他还看到了石天君等人脸上的嘲笑和不屑 让他胸口仿佛有股火焰燃起 当他看到优家三女黯然退下 看到陆潮不顾自己已经重伤 用自己肉身挡下那一击之时 他的同人急剧一缩 脑海里仿佛响起了一道轰鸣声 感动 惭愧 愤怒 他的心情 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很快 陆潮倒下了 当秦南看到陆潮还有一口气之时 心里常常松了口气 但当他又看见 江洪秀孤身一人站在那里 没有丝毫挪步的打算之时 仿佛一记重锤敲在了他的心中 他怎么还不退走 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 他还守在那里干什么 对方的攻击还剩好几次 他这样守在那里没有任何意义啊 不要管我 江洪秀 不要管我 他的声音还是传不出去 其实就算传出去 那个孤傲的身影 也绝不会动弹丝毫 第2930章一天之战 一 在秦南战动的目光中 江洪秀以自己的玲珑之身 挡住了第七次进攻 这位风华绝代的女子 立刻被鲜血完全染红 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狼狈不堪 但在东皇清等人 重新退回去叙事之时 他仍旧没有动 秦南感到了一股窒息 他 这是准备用自己的生命 去挡住下一次进攻麻 让我出去 秦南不禁仰天大吼 一股惊人的意志 从他的身上迸发而出 可回应他的 只有一记记大道之音 其实 他不必如此 因为这一切对他而言 只是一场幻境罢了 这里面的人和事 都完全是虚幻的 并不会影响到真实的他们 江洪秀等人如此执着 他应该惊喜 应该开心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有更大的可能性成为借主 然后借助借主之身 得到种种好处 获得诸多的领悟 如此幻境结束之后 这些领悟还能存在 这才是他实打实的好处 可 他能无事吗 他能无动于衷吗 他不能 他不愿 所以 他想要撕裂这灰茫茫的空间 重新主宰自己的身体 阻止江洪秀 但是 他终究没能做到 眼睁睁地看着第八次攻击 落在了江洪秀的身上 只不过 令秦南也没有想到的是 江洪秀竟然还有底牌 强行化解了这第八次攻击 攻击 只剩下最后一道了 江洪秀那看起来 单薄孤单的身影 忽然显得极为高大 犹如山月 秦南愣了愣 可当他看见 东皇清脸上 渐渐练去的笑容 看着其他人眼中 逐渐坚定的眼神 他心里陡然生出了一个念头 江洪秀 再无底牌了 紧接着 最后一道攻击来了 帝徽被撕裂 东皇清等人物坐阵法冲了进来 伴随着那十五把无形之剑 朝着江洪秀冲去 至此 江洪秀仍旧未退一步 秦南浑身站立 他瞬间明白了 江洪秀从一开始没有退去 那是因为他可以替秦南挡下这九道攻击 并不是没有意义 只是 最后一道攻击 需要他用生命去挡 不 秦南仰天怒吼 这一幕彻底刺痛了他的心灵 就如同他当年正地一般 江洪秀 江洪秀 为他牺牲了生命 封神之时 公主为他献祭了自己 倘若他的正地封神 必须地牺牲他们 那他宁愿不要 倘若这介组之位 必须地牺牲江洪秀 他也不要 殿墙的路有无促条 像这样的路 他不想走 这一刻 磅礴的意志 从秦南身上迸发而出 整个灰蒙蒙的空间 终于发生了变化 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就在这时 时空仿佛凝固 一道古老的声音响起 这无数年以来 你是绝仙界之中 第一个由绝仙界主动选择的借主 现在只剩最后实习 你若就此出去 你将无法圆满 你可知你将损失多大的机缘 那又如何 让我出去 秦南立鹤一声 挥拳而起 他现在明明是自己意识所化 根本没有任何力量 可他还是打出了这一拳 轰 不可思议的是 这一拳仿佛拥有了无上伟力 将整个灰色空间都给撕裂开来 秦南的意识 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体内 此时此刻 借心空间之中 响彻整个绝仙界的大道之音 戛然而止 一道棒驳的气势 作然冲天而起 将整个戒心空间 都给完全撼动 怎么回 东皇清 石天君等等一位 为天之骄子和巅峰神皇们 都是心中一惊 但他们还未反应过来 就只听一声震耳欲拢的轰鸣声 无形之剑 直接破碎 东皇清 石天君等人形成的武作阵法 好似遭到了天河的冲击 瞬间被阵飞过去 并且他们每一个人 都被那股棒驳的力量 给震的浑身气血翻涌 什么人 东皇清 石天君等人心中 都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怒火 如此关键时刻 到底是谁打断了他们 他们抬头看去 目光不由剧烈一缩 不只是他们 尤家三女也看到了 那个身影 以 江洪秀也睁睁地 看着面前的背影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还有十道大道之音 没想起吗 东皇清 石天君等等 天之骄子和巅峰神皇们 均是满脸震撼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古以来 继任借主之位 都得想撤三千大道之音 从未有过变数 怎么如今秦南只想起了 两千九百九十道 真的是好手段啊 这么多人联合起来杀我 冰冷的声音 想在整个戒心空间中 秦南站在江洪秀的前面 一道道神光 从他身上绽放而出 那原本就棒薄的气势 竟然还在连连暴涨 哦 秦南眉头一挑 他提前出关 他竟还是成为了戒主 很好 很好 秦南嘴角不由浮起了抹笑容 身上爆发出来了一股惊人杀意 声音回荡八方 我早就想与你们好好战一场 奈何先前修为太弱 现如今 机会倒是来了 既然你们想要杀我 那就来吧 第2931章逆天之战 二 与此同时 法仙道场之外 当大道之音响至第二千九百九十道之时 各方巨头们的神态 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内心实际上愈加忐忑起来 尤其是江怀明 手掌下意识地钻井 手心里还溢出了汗水 他对江洪秀的期待真的是太高了 否则的话 他当初也不会强迫着江洪秀与情换结为道理 但是 时间一袭袭的过去 各方巨头们很快神色一争 怎么回事 第二千九百九十一道大道之音怎么没有响起 他们都以为出现了错觉 故而心中继续计算着时间 两席 三席 仍旧没有大道之音响起 各方巨头们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抹金色 这样的情况 简直是闻所未闻 难道说 借主继承人在这个时候被人斩杀了 那也不对啊 按照借气的规则 成为借主继承人之后 就会在借气里面进行恋化 谁也无法进行干扰 那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时之间 不少巨头心中一沉 气氛变得诡诀起来 正在此时 借心空间之中 秦南没有理会他们的震撼 也没有再说一句废话 他感受着体内那浩瀚如海般的力量 大手向那虚空一抓 借心空间中顿时垂落下来无数神盲 凝炼成了一把刀 轰 秦南一刀斩下 四面八方都剧烈阵战起来 一股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大事 就如同一尊太古仙山一般 直接朝着东皇清 十天君等等十五座阵法碾去 不好 东皇清 十天君等等人们 皆是脸色大变 心中炸开了一团寒意 在这死亡的危机之下 他们几乎本能地将阵法之力 全部都催动起来 爆发出一道道璀璨的丽芒 只听一声巨响 可怕的刚气 涌向了四面八方 主持阵法的东皇清 十天君等等十五位天之骄子 皆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了一分 他们演化出来的大阵 更是剧烈摇晃 甚至有的阵法 还发出了卡卡声响 另一位为天之骄子和巅峰神皇汉毛捣述 这 仅仅只是一刀啊 竟然就给他们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冲击 要知道 他们所凝练出来的这十五座阵法 就连仙王巅峰都无法将其轻易撼动 那也就是说 秦焕现在已经掌握了相当于仙皇的力量 这个念头刚刚在他们心头升起 他们很快就发现令他们惊恐的一幕 整个戒心空间 都在犯着一道道耀眼的光滑 秦南站在这光滑之下 一身气势竟然还在节节攀升 速速离开这里 他已经成为了戒主 如今身在戒气之中 他就等于是无敌的存在 东皇亲率先反应过来 大吼了一声 拼命催动阵法 向后方逃遁而去 走 池天君 赵无双 江许 江圣等等天之骄子们 纷纷反应过来 拼命逃窜起来 他们现在脑海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念头 唯一的念头 就是离开此地 想走 秦南冷冷的声音响起 他宛如唯一的神奇 他仅是意念一动 戒心空间中就涌出了浩瀚的光滑 仿佛化作了成百上千座的大山 将他们去路封锁 给我破 东皇亲等等人们 迅速催动阵法 释放绝世力芒 秦南起会眼睁睁地让他们破开封锁 他身形一动 人刀合一 好像化为了天地兼唯一的光芒 朝着前方斩去 有一位天之骄子组成的大阵 刚才慢了一拍 落在了众人的后面 故而只能硬生生承受了这一刀 立即发出了一声巨响 阵法完全粉碎开来 这位天之骄子和其他人 还想动用其他手段逃窜 但还没来得及施展 成千上万道的刀意就汹涌而下 将他们给完全淹没 绞杀成为了一片血雨 这一幕让所有天之骄子和巅峰神皇们 都是含义直冒 拼命施展各种禁术 将阵法之威催动到极致 秦南意念一动 整个戒心空间都动荡起来 恐怖的威势即将倾泻而出 就在这时 后方陷入昏迷之中的陆潮 忽而剧烈咳嗽起来 一身伤势竟有在加重的趋势 尽管秦南在第一时间 就已经降下戒心光芒 护住了他们的身躯 不受战斗余波的影响 但陆潮仅仅剩下了一口气 全凭一身剑骨撑着 刚才这可怕冲击中迸发的意志 还是刺激到了陆潮的剑骨 秦南眸光一宁 身形一晃 就来到了陆潮的身边 抬手招来了一道道霞光 源源不断地打入陆潮的体内 如此良机东皇清等等人 岂能错过 当下撕开了戒心空间的无形封锁 逃之夭夭 逃吧 我看你们能逃到哪里去 秦南心中冷笑一声 他本来就没指望在戒心空间内 可以大开杀戒 毕竟他刚刚成为戒主 先前这句身躯的根基又差 就算在戒心空间内能够得到加持 但也无法很快达到一种巅峰状态 仅仅只能封锁东皇清等人两三席时间 若不是如此 秦南在这戒心空间 的确就属于无敌的状态 哪怕是一般的准地到来 他都可以将其诛杀再死 秦南继续抬手 又招来了一道道霞光 分别没入了黎华一 幽加三女还有江洪秀的体内 这时候 秦南的目光 也和江洪秀一双美眸对上了 第2932章逆天之战 3 说实话 江洪秀先前的举动 除了让秦南心神战动以外 现在他还有些愤怒 他何必那样去做 如果他真的死了 他既成了戒主 纵然一切皆为幻境 他也会良心难安 无法释怀 秦南刚想说什么 江洪秀把头一扭 看向了别处 一本正经道 别说我 不然我就跟路朝他们一起晕过去 秦南哭笑不得 谁会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秦南心里不由叹了口气 道 我哪有资格说你 如果没有你为我死撑着 我定然没有机会成为戒主的 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秦南本来还想多说什么 但他说的话 江洪秀会听吗 他肯定不会 那干脆不说了 江洪秀没有理会他 秦南目光就看向了优家三女 抱拳道 这次还要多谢三位道友出手相助 在下定然将这份恩情铭记在心 优家三女此时才从方才的震撼中反应过来 优水灵摇头道 秦道友不必客气 我们只是尽力罢了 没有像路道友和江道友那样不顾生死 不过 他终究还是忍不住 问道 你怎么只需两千九百九十席 不是三千席吗 此事我也不解 只是感知危机 想要提前出关 于是便提前出关了 秦南一句话便接过 他对于那的古老声音说的那两句话 没有过多的去想背后蕴含的怎样的意义 只要他提前出关 事态没有发生到那个地步 那便足够了 接下来 你们就在这里安心养伤吧 秦南说道 旋即抬头 双手结印 戒心空间再度战斗 隐隐约约间还响起了一道道龙吟之音 优家三女和江洪秀不知秦南要做什么 但他们都感知到了 这解心空间竟传来了一阵阵抵触之意 舍 秦南不怒自威 一声大喝 从那解心空间的深处 立即飘下了六缕纯净的气息 分别没入了江洪秀等人的体内 这是 绝仙界的本源之力 优家三女面露震撼 万万没有想到 秦南居然给了他们如此大的一份礼物 虽然这股本源之力并不多 只是一小股 但这若是拿到外界 那是足以令准地巨头都为之动心的 尤其是扎根于绝仙界的那些准地巨头 必定会不择手段 大打出手 毕竟 绝仙界的本源之力 只要炼化了一丝 那在这片天地之间 就会得到明明气韵加持 法力加持等等 好处无穷 情道友 这个太贵重了 又水灵下意识地想要拒绝 话说到一半 又有点艰难起来 世人皆知戒气之中 蕴含着本源之力 但纵是戒气里面 蕴含的也并不多 所以在各界之中 很少会有戒主拿出本源之力来 哪怕是最亲近的族人也不行 更不要说 他们还占了三份 江洪秀倒是什么也没说 非常心安理得的盘西坐下 直接炼化 三位就不必客气了 三位与我有大恩 我自不会小气 情男摆了摆手 没给三女说话的机会 身形消失在了戒心空间 三女面面相去 心中又是惊喜 又是感慨 他们果然选对了 此时此刻 戒气之外 光阴刀仿佛杀红了眼 在天地间疯狂斩下一剂剂漫天刀器 其中还有大部分的刀器 将云绝地身都给覆盖 予以打击 地身意志也完全迸发 催动阵法 阻拦着那一位未修士 忽然间 戒气一阵剧烈波动 所有人目光齐刷刷看来 随后就见到东皇清等等 一位未天之骄子 从里面冲了出来 他们阵法未散 气势依旧棒驳 但他们的身形 都显得格外狼狈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全部冲出来了 他们不是已经杀了秦幻吗 无数人目录疑惑 大道之音停下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 东皇清等人得手了 没有人回答他们的疑惑 因为东皇清他们出来之后 他们并未有丝毫的停留 而是疯狂催动着阵法 阵型分散开来 冲向四面八方 他们冷静过后 无论是愤怒也好 不解也好 憋屈也好 他们只知道眼下要做一件事情 那便是逃 尽管离开了戒心空间 秦幻的实力定会大打折扣 但那可是戒注啊 哪怕秦幻先前在他们的眼里 只是一个蝼蚁 但继任戒注之位后 修为必然可以暴涨的 而且 这里虽是在云绝先帝的大幕之中 但仍然在绝先界 在自己的世界 那戒注能够得到的加持 可不是一般的强大 刷 就在这时 戒注突然从原地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身影 李梅士 光阴刀爆发出来了巨大的惊喜 李成功了 帝身的身形 也微微战斗 两位前辈 归位吧 秦南挥了挥手 光阴刀和帝身就受到了一股来自血统的召唤感 他们迅速回到了秦南的体内 并且得到了一股棒驳之力的温养 秦南旋即将目光看向了前方 决先之界 听吾律令 秦南声音变得无比洪亮 响彻方圆百万里 最后一个字落下之时 整个天地都豁然变色 第2933章逆天之战 四 万物之力 进入无身 只见到 一股股浩瀚的无形力量 从那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宛如一道道掌龙一般 没入了秦南的体内 秦南一身气势 极具暴涨 在他的身后 更是浮现出来了一道巨大的神光身影 左手持有一杯 右手握有一刀 散发出来了无边威势 让在场所有的修士 都有一种顶礼膜拜之感 此为借义 唯有一方借主 方能演化而出 这是 其他尚未进入决先杯中的一位 未天之骄子和修士们 都是面露震撼 不敢置信 秦幻成为借主了 撤 有不少人迅速反应过来 脸色大变 冲向四方 远远看去的话 这一幕就像是虎入羊群 想要分散而走 没那么容易 秦南法应一节 天地间立即响起了一道道轰鸣声 两百尊身披荆甲 绽放神光 面容与秦南一模一样的身影 从那虚空中跃出 在秦南的意念之下 这两百尊身影 立刻划为了二十道洪流 分别冲向了东皇清 石天君 赵无双 江胜 江曲等等天之骄子率领的阵法 施法进行拦截 此乃借位 顾名思义 那便是借主的护卫 由天地之力孕育而成 只听借主号令 虽说每一尊借位的力量 只有借主的十分之一 但他们有天地加持 具备无穷奥妙 而且借主修为境界高的话 就能照出更多的借位 向那些准地境界的借主 便能照出999尊借位 持空之光 化为虚无 持天君见状 立即催动升天中 将那十尊借位给覆盖 东皇清等等 其他天之骄子们 均是打出各种神通手段 不受时空之力的影响 持天君同仁一缩 其他天之骄子很快也脸色一变 虽说他们将借位撕裂 但不足一席时间 借位就重新在天地间凝聚而出 不止如此 每十尊借位 都结为了一座正法 气息融为一体 招来了一把把天地之刀 朝着他们不断斩下 与此同时 秦南身形移动 犹如那张开双翼的大棚 爆发出来了无比惊人的速度 八灾九节秦南虽然目标很明确 要斩杀东皇清 石天君等人 但这些闻讯而来 皆想要杀他的人 他岂会彻底放过 秦南直接吐出了三滴金色鲜血 无火自燃 方圆数百万里的天穷之中 立刻涌现了无数的雷霆 火焰 刚风等等 画作绝仙界最为常见的八灾九节 宛如恐怖巨兽的血盆大口 向着那一位为天之骄子和修士们涌去 不好 这些人脸色一变 立即使出各种手段 天地厌弃 秦南身上绽放出来了璀璨金芒 凡是被他金芒所照耀的人 立即像是被整个天地都给抛弃一样 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排斥之感 连各种神通术法催动起来 都变得格外的不流畅 当然了 那些天之骄子们 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本就是各界的气韵之子 从一诞生起就秉成了天地间的一点气韵 江胜 江曲 秦南率先锁定了两大阵法 声响八方 正在一边厮杀着戒位 一边向前疯狂逃窜的江胜和江曲两人 同时打了一个冷战 心里原本已经淡了不少的危机感 瞬间就暴涨到了顶点 秦焰 想要杀你的是十天君 拿出正法的是东皇清 我们只是无法忤逆借弃命令 才跟了过去啊 江曲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大声喊道 姐夫 纵然如此 此时的确也是我们二人之过错 等回到江家之后 我们二人定会让族内重罚 姐夫 先前之事 我们真是万般无奈 等回到族中之后 姐夫你想怎么处置 我都绝无怨言 江胜也是跟着喊道 姐夫 我们错了 还请息怒啊 其他江家子弟喊道 哈哈 事到如今 你们总算想起来 我是你们的姐夫了 秦南不屑的笑声 想彻整片天地 先前履履对我出手 想要置我于死地之时 怎么记不起来 我是你们的姐夫 朝给我扯江家 今日你们必须死 秦南以那惊人的速度 已经来到了他们的不远之处 直接打出一拳 通龙 江曲 江胜等人脸色大变 他们只感觉打来的不是一拳 而是一方浩瀚天地 两人大吼一声 将那阵法之力催动极致 绽放屡屡神辉 竟是勉强将这一拳给挡了下来 不过他们的身形 也再度遭到了冲击 五脏六腑 浑身海骨 都有不少破裂 姐夫 还请息怒 请听我一言 江曲和江胜大声吼道 吵呱噪 秦南宛如天神般降临 瞬间打出了上百道拳影 宛如狂风暴雨一般 朝着他们两座阵法淹没而下 哄哄哄 这两座阵法 再也坚持不住 炸成了粉碎 每位阵法中的修士 均是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浑身鲜血淋漓 无极顿天福 生死关头 江曲奇感怠慢 当即祭出了一张神符 万银宝剑 将圣意识祭出一剑一宝 拼命催动 他们身为江家敌传 此次前来这法仙大会 身上当然会有宝命底牌 无极顿天福和万银宝剑 立即展现出来了他们的神威 军士要以玄妙力量 带他们两人离开此地 至于其他江家之人 也就是他们的护道者 则是面露绝望之色 他们先前准备的底牌 早就被江曲和江圣给用掉了 天地封锁 奇料到 在这关键之际 秦南竟不惜燃烧了体内 二十分之一的本源之力 直接打出了一束光芒 将江圣和江曲两人所在的 方圆数千里 都给完全笼罩进去 这一招 以他现在的境界 其实根本无法施展出来 但只要能够诛杀这两个家伙 纵然燃烧一些本源之力 那又何妨 怎么会 江圣和江曲都面露恐惧之色 秦南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面前 一刀直接斩下 爆发出了辉红刀意 就在这一瞬间 秦南是海内骤然 响起了一道尖锐的钟声 这是绝仙界给他敲响的警钟 因为江圣和江曲 都属于绝仙界的天之骄子 有着气韵在身 秦南若是强行诛杀 必定会给自身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成为界主之后 得到的特权越多 好处越多 受到的束缚也就越大 像这些天之骄子 再是强者 除非说是要对秦南下杀手 秦南将之反杀 才会不受影响 对秦南有杀心 对秦南使用各种不好的手段 秦南都不能强行诛杀 给我死 秦南却是完全不理会 没有丝毫的犹豫 硬生生将这一刀给劈了下去 轰江曲和江圣众人陨落 第2934章一天之战 五 这一幕 让赵无双雷红山等等这些天之骄子们 均是看得头皮发麻 原本他们还想是留着底牌 凭借着其他手段逃出去 可是现在没有了丝毫犹豫 双手纷纷截出了禁忌法印 其他的天之骄子们 都是拿出了一些古福 一宝等等 或者是唤醒族中和师门中打入体内的力量 但赵无双和雷红山 则是祭出了地气 唤醒了其中的地灵 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秦南仿佛早就知道他们会这么做 那冲至他们面前的十尊戒位 同时截出法印 同时开口 天地封锁 秦南体内的本源之力 迅速燃烧起来 可他并没有丝毫的心疼 而是爆发出来了更为惊人的力量 朝着这一位为天之骄子们冲去 没有冲来 东皇清和十天君见状 心里稍稍一松 玄机脸色更加凝重 他们两人可以说是罪魁祸首 秦欢怎么可能会这般轻易地放过他们 东皇清和十天君隔着虚空对视了一眼 两人没有任何神念交流 但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动用禁忌手段 从天地封锁中打开了一道裂缝 然后散开了阵法 动用古老手段 分别遁向了远方 秦南对于他们的离去 好像根本没有看见 并没有理会 而是冲向了那一位为天之骄子 轰轰轰 一道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响彻整片天地间 秦欢 还请手下留情 只要你能够放过我 我的师尊寻道子定然会 秦欢 先前之事 的确是我做错了 还请给我一个机会 我定当会好好给你赔罪 秦欢 你若杀我的话 我们邻家 一位为天之骄子们 在这恐怖的追击之下 都开始了剧烈的挣扎 动用了各种办法 可无论是怎样 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回应他们的只有一记记 仿佛可以撕裂万道的冰冷刀光 一位为天之骄子 一位为巅峰神皇 都相继陨落 这一刻 天空还有大海 都仿佛被完全染为了血色 其他的天之骄子和散修们 看到这一幕 心里都是一阵冰凉 谁能够想得到 一个月前他们眼中的蝼蚁 一个废物 如今竟然会变成如此恐怖的杀神 破 天射剑中传出了一道力和声 刚才那转眼之间 秦南已经杀到了赵无双等人的面前 降下了无边法力 小子 刚刚成为借主 就想要赶尽杀绝 未免也太猖狂了 天射剑荡开无边霸气 应生生展开了整片天地 展开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要带着赵无双等人直接离去 不等秦南说话 一道绩效声就从秦南体内传出 就允许你们赶尽杀绝 不允许我们赶尽杀绝 简直是笑话 小子 无以恢复少许 今日见你一用 一声长鸣 光阴刀冲天而起 秦南见状双眸中释放璀璨神盲 没有任何的客气 直接握住了刀柄 他在斩一刀 不同于他先前的刀翼 这一刀斩下之时 天射剑以及赵无双等人 只感觉四面八方的所有一切 都变得混沌起来 要将他们给吞没在混沌中 不好 天射剑地灵脸色大变 赵无双更是面色惨白 另外一方不断轰击着一位 未借位的雷红衫 发掘了这一幕 脸色勃然大变 迅速吼道前辈快带我走 秦南体内除了光阴刀 可还有一尊 然而他话音刚落 一尊伟岸的身影就从天而降 一掌轰了下来 虽说先前的一战 令地伸源气大伤 纵然秦南成为了借主 他也无法展现多么强大的力量 但他所需要做的 并不是诸沙雷红衫等人 而是拖到秦南过来 轰轰轰 天崩地裂 大海狂涌 天射剑在秦南的猛攻之下 不过三席的时间 剑身就发出了一道哀鸣 剑身上更是浮现出来了一道道的裂缝 不止如此 在秦南意志的冲击之下 赵无双等等人 更是狂吐神血 深受重创 剑解天地 天射剑地灵见此情形 只得发出了一道怒吼 动用了地气的根本 卷起赵无双等人 溃散成为了无数的光点 秦南剑撞 朝着虚无展出了一刀之后 并没有继续追击 而是身形一晃 来到了雷红山等人的上方 跨界静咒 雷红山的地灵 早已知形势不妙 同样动用了地气的根本 打开了一个灰色的漩涡 盾入了其中 就这样走 那也未免太便宜你们了 秦南手握着光阴刀 身上涌出了一股浩瀚气势 轰 天地一刀 一缕光芒 斩入了那灰色漩涡之中 在那灰色漩涡彻底关闭之后 虚空中回荡了一道痛苦的声音 就这样走了 凭你现在的力量 虽说追下他们颇为麻烦 但全力而为的话 还是有五成机会将其中一人给拦下的 光阴刀兴奋到 他已经很久没有斩过地气 确实如此 只是这样做 太耗费时间了 秦南目录遗憾 旋即冷冷一笑 还有两个更应该要杀的人 再耗下去的话 他们恐怕就得逃出去了 秦南双眼一闭 在他的意识之中 立刻浮现出来了一片黑色的湖水 不到一席的时间 湖水中便有两处亮起了两道微弱的光芒 心中天湖 映照一界 正如东皇清和十天君所料 秦南没有追击他们 正是因为秦南有着这绝强的手段 可以瞬间找到他们的所在之地 但是 秦南不能太浪费时间 否则让东皇清和十天君逃出了核心之地 便会有族中或门中准地巨头庇护 他想要再杀 那是根本不可能了 秦南心中有了醋 扫了一眼还未逃出去的诸多修士们 挥手再度撒下八灾九劫 然后撕裂虚空而去 第2935章诛杀时空 无序星海 某处荒地的上空 十天君仿佛化作了天外之光一闪而过 他现在爆发出来的速度 已经可以堪比仙王巅峰 显然他是动用了某种竞技手段 也是他专门逃命的底牌 他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冲出这片核心之地 回到法仙道场 只要到了那里 必会引起个方巨头的注意 情幻纵使追出来 也奈何不了他 走那么急干什么 你不是想要杀我吗 一道冷淡的声音 忽然想了起来 十天君立即发掘 方圆数百万里的天穷 像是便为了泥潭一样 让他感受到了莫大的阻力 速度无法发挥出原本的十分之一 十天君身形一顿 看着前方从虚空中走出的秦南 没有丝毫的惊讶 脸上反而露出了一丝笑容 道果然没错 你是不可能轻易地放过我们的 只是我想不明白 刚开始为何不对我和东皇亲下手 你就一点也不怕中途发生什么变故 我们逃出了此地 倘若你们二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逃出这核心之地 那就证明我拦下了你们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而且最重要的 不就应该留在后面吗 秦南淡默说道 他话音遗落之际 地身从他体内浮现而出 爆发出来了惊天动地的地威 直接一拳轰向了石天君 秦南也挥动了手中的光阴刀 席卷了无比磅薄的天地大势 向前斩去 秦南这一出手 便是最为强大的杀招 即便面前站着一位先王巅峰 也能够当场斩杀 石天君大吼一声 作为昔日舞界第一天之骄子 当今时空圣殿的圣子 他的反应速度非常的惊人 已经达到了先王的层次 但是他现在与秦南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毕生的权益还没有彻底轰下 秦南的刀芒也还未彻底地斩下 他打出的升天钟便已剧烈阵战起来 发出了道道哀鸣之音 他的身体更像是被一座太古天山压中 浑身破开了无数伤口 他也是神体小成 而且他的神体之力 极大的改造了他的肉身 若单论防御力的话 他几乎可以媲美将红袖的大成玲珑神体 强过路朝的一身剑骨 可是现在 秦南打出的杀招还未彻底落下 就已经让他神体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一滴滴神血洒下 绽放成花 持空领域 不过 在这濒临死亡之际 石天君还是打出了他的禁忌之术 一道灰色的光芒以他为中心 向那四方绽放开来 地身打出的权益 秦南斩下的刀芒 立即像是被无上法力给定住了一样 凝固在了半空之中 无法继续斩下 倘若换成是其他的强者 石天君这一招或许还有点作用 可惜他偏偏遇上的是秦南 同样修炼了时空圣典的存在 故而 石天君绽放的灰色光芒 很快就剧烈阵战起来 像是阵法一样 光芒上面竟是浮现出来了一道道裂纹 只需一两席的时间 就会彻底破碎 哈哈哈哈 世间命运 果真是变幻莫测 不久前我还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捏死你 如今却完全反了过来 石天君披头散发 并未惊惧 反而大笑起来 配上他一身的鲜血 这一幕显得略为诡异 如此看来 你还有底牌 秦男神色淡漠 秦幻 我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失败了 你让我格外的愤怒和憋屈 心中简直快要爆炸 石天君不达 而是目录是人鸿芒 倒 但 你也格外令我兴奋 前所未有的兴奋 你好好珍惜这三年时光 因为三年之后 我必会来找你 砰 灰色光芒 彻底破碎 盖世权益 绝世刀芒 这两股无与伦比的力量 就像是一道滔天洪流 朝着石天君冲击而下 那前所未有的死亡感 不由让石天君想到了几十年前 改变命运的那一天 那一天 他站在无数人的面前 在那个人的面前 他如蝼蚁 任人宰割 昔日我神皇之境 就连准地巨头都杀不死我 近日我已更加强大 就凭你还想杀死我 石天君怒声嘶吼 就在这一刹那 一道诡异的气息 从石天君身上爆发而出 令地生何光阴刀奇奇一惊 已经融入秦男体内的戒气绝先碑 更是剧烈震动起来 令得秦男眼前的景象一阵扭曲 随后他便来到了一片浩瀚的黑暗中 在他的身后 则有着一团神光奕奕的光晕 这团光晕 秦男十分清楚 那是绝先界 他来到这绝先界之前 按照戒气所给的传承 那就是绝先界遭遇了入侵 果不其然 前方的无尽黑暗之中 雾然涌出了一道红光 仿佛是从无尽虚空而来 仿佛是从诸天万界而来 本座的传人 在你界遭遇危机 本座现在就将他带走 莫要阻拦 一道冰冷威严的声音乍响在秦男的世海之中 那一道红光立即演化出来了一尊虚幻大手 以着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速度 朝着绝先界抓去 我还以为是多么可怕的手段 不过是一道早已寄托在十天君身上的意志罢了 秦男冷笑一声 声音响彻无尽黑暗 妖孽入侵 无以借主之名 照守护之力 在那绝先界之中 立即冲起了一道金光神龙 仰天咆哮 响彻八方 你好大胆子 你可知本座 冰冷威严的声音之中 多出了一道金雾 我管你是谁 给我灭 秦男立鹤一声 号令金龙 立即将这红色大手给撞成了粉碎 十天君这般针对他 即便他是道尊传人 他今日也照杀不误 更不要说 这还只是一个幻境 在这幻境中 他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刷 秦男眼前的景象 瞬间恢复了正常 原本还不可一世的 十天君脸色勃然大变 你 你竟然 在这一刻 他眼中终于露出了一抹恐惧之色 原来这位武界第一的天之骄子 也并不是不畏惧死亡 只是有着极为强硬的底牌 根本不担心自己会死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他身上的诡异气息全部消散 那拳一和刀芒立即以着催枯拉朽之姿 将他身形给完全吞没 十天君 陨落 第2936章圣音 上 无序星海 一处淡金色的大海深处 东皇清不急不缓 一步步向前走去 过了促席之后 他前方忽然出现了一道淡红色的光芒 他旋即停下了脚步 东皇清立即从除雾袋中取出了一个 葛巴掌大小的旗帜插在那红色光芒的四周 口中喷出一滴绿色的神秘血液 随后双手结出一个葛学妙法印 他心里知道 秦焕肯定会追来 所以他要赶在秦焕追来之前 把留在这里的后手给完成 突然间 东皇清双手一僵 轻轻叹了口气 道 没想到啊 我和十天君比起来 竟是我运气差了些 倘若你先去追十天君的话 我便可以离开此地 顺利地活下来 在他的前方不远处 秦南已经撕裂虚空而来 降下了无边天地之力 号令这一方大海 已经将四周一切完全封锁 毕身降临的瞬间 也是释放出来了滚滚威压 横贯虚空之中 哪怕东皇清使用某种秘术 也没有办法逃脱 你的运气不比他差 因为他比你先死 而你多活了十几席 秦南但莫道 死了 东皇清同仁急剧一缩 为了追杀秦南等人 他与十天君打了不少交道 期间他曾用自己的手段 悄悄试探过十天君 所以他知道在十天君的体内 拥有着一股极为神秘可怕的力量 按照他的推测 当年十天君能够在准地手下活下来 后来能够成为时空圣殿的圣子 想必就与那股力量有关 虽然秦南现在极为强大 但按理来说 秦南要杀十天君 绝不会那么轻松容易 花上一两个时辰才符合常理 哈哈 东皇清忽然笑了起来 甚至还鼓起了掌 厉害啊厉害 你如今可真是一步登天了 连诸杀十天君都如此轻松写意 看来今天我是难逃你的手掌心了 秦南看着他 没有再说任何废话 直接挥起了手中的光阴刀向前斩去 那恐怖的刀光 再度出现在天地之间 其中所蕴含的意志 其中所攜带的大事 都是无与伦比 哪怕是一尊巅峰先王再死 也无法抵挡 圣王降临 东皇清仰天长笑 一道璀璨的金光 从他体内冲天而起 竟是演化出来了一尊伟岸的身影 尽管这尊身影五官模糊 看不清真容 但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那无边的威严 如同一位主宰无边心域的王者 一直以来 东皇清行事霸道 肆无忌惮 但那就是因为他有着足够强大的底牌 譬如他现在照出的圣王虚影 哪怕他面前有一尊先王 都可以与之应战 圣王如我身 东皇清的神体 被催动到了极致 皮肤寸寸裂开 一缕缕胜血洒出 覆盖全身 模样看起来极为凄惨 但是 现在的他 与那位圣王虚影的气息 仿佛彻彻底底融为了一体 彼此之间 不分你我 轰 东皇清一拳轰出 打出无边胜利 直接与秦南斩出的一刀硬碰硬 只听见一道惊天诈响声 东皇清身形便被震得连连倒退 口中吐出了一道鲜血 不错 我们继续 秦南上前一步 又斩一刀 东皇清大吼一声 再度挥出双拳 轰轰轰 秦南一步一步向前 一刀一刀斩下 东皇清的身形被震得连连倒退 连连吐血 那圣王虚影身上的裂缝 也是越来越多 持袭之后 秦南只需最后一刀 便可以将东皇清彻底斩杀 哈哈哈哈 真没有想到啊 我东皇清纵横一声 击亏过无数强者 最后竟然败于区区一位无上天尊的手下 东皇清仰天狂笑 壮若癫狂 秦幻 今日之仇 我东皇清记下了 不需要多久 我定然会让你百倍偿还 少给我废话 立身立合一声 一掌拍下 就将东皇清的身形彻底拍进了地面之中 秦南冷冷地看着他 也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 斩下了最后一刀 东皇清 陨落 嗯 秦南的眉头唯唯一皱 刚才刀芒将东皇清吞没的刹那 他感受到了一丝古怪的波动 但是他完全张开感知之力 又什么都没有发现 无所谓了 秦南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去多想 他今日大开杀戒 只为了发泄胸中的一口玉器 因为等一切是了知识 他就要结束幻境 回到现实之中了 照到有那边如何了 毕生见此情形 开口问道 虽然他不知道戒气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根据秦南的情况 他已经推测出来了一个大概 现在气凌在跟他争 他那边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 秦南感知了一下 开口说道 那接下来还杀吗 光阴刀又问 杀 当然要杀 秦南冷冷一笑 道 哪怕是昙花一梦 我也要让这些人彻底明白 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就得承受什么样的代价 哈哈哈哈 好小子 有当年绝法先帝的风范 光阴刀不由大笑一声 现在秦幻的表现 非常对他的胃口 毕生唯唯汗手 暗中对光阴刀传音 道 今日他成戒主 外界各方势力必起杀心 如今他又大开杀戒 各方势力定然会雷霆震怒 再无任何顾忌 等到这里一切结束 定然会群洗而公知 怎么 你说这番话什么意思 难道你已经怕了 这些小兔崽子杀我情家血脉 不顾一切 不择手段 如今杀回去怎么了 光阴刀怒道 怕 地生的声音之中多出了一丝不屑 道 当年我连先帝都能杀 如今岂会怕这些人 我只是告诉你 准备发布征天令 我情家好不容易诞生的戒主 谁都不能动他丝毫汗毛 哈哈 好 现在我便打出征天令 光阴刀大笑而起 刹时之间 一道奇异的号令 从云爵先帝之墓之中发出 然后以着无比惊人的速度 穿过了大幕 穿过了天穷 飞往了一个瑰丽绚烂的世界之中 第2937章圣音中 此时此刻 云爵先帝之墓 核心之地之外 当一位位巨头们 发觉大道之音存在诡异之后 他们便已从云爵先帝目中的其他地方 全部赶来了这核心之地的入口之处 一位位巨头们 私底下彼此用神念沟通 都在推测着这戒气争夺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江圣和江曲都被人杀了 江淮明和江义互相对视了一眼 脸色陡然变得无比难看 身上散发出来了丝丝寒意 任何势力的天之胶子 都是未来的中流砥柱 也都是费尽了不少心血培养的 所以他们都会在这些天之胶子的身上 用上特殊的手段 无论任何人 只要杀了这些天之胶子 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感应到 并且回到族中之后 只要催动一件特殊的准地器 就能推算出来到底是谁杀了他们的天之胶子 故而 在一般情况下 很少有人对天之胶子下杀手 除非两方势力本来就是死敌 还真没把我们江家放在眼里 江淮明目入寒芒 虽然他的心血都在江洪秀的身上 但作为江家的家主 他还是希望江圣和江曲能够成长起来 日后能够辅佐红秀 辅佐江家 江淮明身上微妙的变化 立刻让其他势力的巨头们感知到了 几乎瞬间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心里不由幸灾乐祸起来 哈哈 看江淮明刚才释放出来的杀气 想必是有人杀了江家的天之胶子 从这杀气来看 应该不是江洪秀 这就有点可惜哥 要是江洪秀也被杀了 那江家这次损失可就大了 这些巨头之间 彼此相互传音 尤其是赵家一家其他几大家族的巨头们 更是毫不掩饰 脸上浮现出来了一丝笑意 就在这时 一家的准地巨头感知到了什么 脸色勃然大变 立生喝道 谁 谁这么大胆 竟然敢杀我一家少主 可怕杀气 释放而出 惊动四方 其他的准地巨头们 还没来得及幸灾乐祸 赵家准地巨头脸色就勃然大变 怎么回事 天射箭怎么被重创了 谁 谁杀了我的徒人 都死了 怎么可能都死了 一道道怒吼声 接连在天地间响彻起来 令得其他的准地巨头们全部都愣住了 然而更为重磅的在后面 一位来自其他小世界 存在了上万年岁月的准地巨头 脸色巨变 满脸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池天君可是那位大人所看重的传人 谁能够杀得了他 池天君这个名字一出 立即让不少准地巨头回忆起来了一位当时风光无限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来不及惊讶 一道如同凶兽般的怒吼声炸开 谁 到底是谁 竟敢杀我至高圣门的少门主 我至高圣门定然与之不共戴天 不共戴天 这一声大吼 令得其他势力的准地巨头们 都是悚然一惊 就连将怀民也是吃了一惊 心中的怒火都消散不见 因为他们都意识到 这核心之地里面 恐怕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 与此同时 在无尽虚空之中 存在着一方世界 名曰遥光 虽然遥光界不属于武界 但实际上他的距离离绝法界并不是特别遥远 否则的话 江家也不会让江洪秀和秦幻结为道理 以前的时候 武界联合举办法仙大会 遥光界虽然没有共同参与的权利 但遥光界的各方势力 还是会在暗地中派出一些人前往 领略五界天之骄子的风采 不过 此次的法仙大会 遥光界并没有任何人派来 那是因为在遥光界之中 也在举行着一场三十年才有一次的盛事 连附近其他三界的天之骄子 都被吸引过来 此时 在遥光界的中央之处 一座明约万圣岛的岛屿上 各方势力的巨头们 分别坐在一张张悬空的玉椅之上 看着前方 彼此交谈 忽然间 坐在最中央的一位白眉老者 身形豁然站了起来 令得一位未准地巨头纷纷侧目 甚至有人忍不住问道 天老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天老目录复杂之色 缓缓道 行家 发布了征天令 此话一出 如同一枚炸雷投入巨头之中 征天令 还真的发布了征天令 我刚刚收到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发布征天令了 该不会是那个情 患惹了什么大麻烦吧 呵呵 行家生出这样的后人 真是违绝法先帝蒙羞 哼 依我看来 十有八九便是如此 让我们这些人去违这废物帮忙 简直是可笑至极 天老听到这话 猛然扭头看向了那位开口的准地巨头 厉声道 小肖 有些话可绝不能乱说 不管怎么样 征天令便是征天令 只要发布了 我们便要按照规矩办事 那位准地巨头被如此迅事 脸上有些挂不住 但这位天老在遥光界之中 早就有了极大的威严 一时间也不敢反驳 天老 因你之见 现在该如何办 我们如今正在举行这样的盛事 倘若就这样散场 恐怕其他界会有怨气 这些年轻人也会有怨气吧 一位准地巨头就没开口道 这样的话不必说了 既然征天令已经下达 那我们就要依照当年的规矩 现在速速动身 前去帮助秦家 天老斩钉截铁道 至于这场大会 以后再办 其他准地见状 心中叹息一声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如此了 第2938章圣音下 绝先界中 各方各处 都陷入了一片欢喜之中 普通的修士们 都没有发现到音的问题 他们只知道新的界主诞生 他们突破了不少桎梏 算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机缘 可是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一场近千年都未曾发生过的恐怖风暴 正在悄然来临 此时此刻 绝先界 南荒之地 小圣村 一直以来 此村都与其他村不同 不修武力 而修文器 以诗歌杀人 以小说创造天地 虽说这样的修炼方式 并不被绝先界的主流所认可 但好在小圣村人才极己 先后出了几位文圣 每位文圣都相当于神皇境强者 再加上小圣村的村长 更是达到了文神境界 堪比先王强者 故而这一直以来 都没有什么势力对付小圣村 小圣村也在逐渐壮大 只见到 在小圣村中 所有的村民们 竟然都围到了一间古宅里面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激动和期待之色 先前文器东来 如今恰逢借主诞生 这村长的孙子 必然是一位天生文圣啊 我们小圣村 终于要发扬光大了 一位儒雅的老者 此时满脸激动 天生文圣 依我看啊 说不定有可能出现文祖书上 所记载的双绝圣体 得了吧 你们可就别扯了 也到时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话说回来 村长给他孩子起好名字了吗 还不知道呢 按照文谱 他这孙子的姓东 至于叫什么名字 估计还得等生下来后再看情况 一位为村民们彼此交谈之时 忽然间屋中传来了一道哇哇哭声 所有人神色一喜 正准备迈步进去 就见到屋中突然绽放出来了一道璀璨圣光 照耀了四面八方 这是文祖之光 一位为村民们屏住呼吸 灵魂都在站立 然而 还没有等到他们惊喜起来 那夺目的圣光忽然一变 竟是变成了血红之色 一股惊人的怨气和杀气 立即充斥了整个小圣村 秦 幻 江 红 秀 沙哑的声音 犹如魔鬼的低语 回荡四面八方 就在此时 云觉先帝之墓 核心之地 滔天气息 四月整个无序星海 秦南仿佛化作绝世魔神 在虚空之中不断穿梭 将一位为天之骄子 一位为修士 全部斩于了刀下 秦南的体内 纳戒气之中 江洪秀等人完全不知 全部都沉浸在了 本源之力的奥妙之中 至于纳扣地印 表面上已经浮现了 不少玄妙符号 里面时不时地溢出了 一道道气息 清穷之主与契林少号的争夺 已经陷入了百热化之中 契林少号早已从最初的震惊 不解等等情绪中走了出来 彻底不再理会任何事情 一心一意 无比疯狂地攻击着清穷之主 对于他来说 他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 而且 清穷之主展现出来的混沌之光 令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他必须的搏命 我靠 这家伙完全疯了啊 到时候 他若知道自己的不到扣地印 恐怕会彻底疯狂 哪怕是献祭自己 也不会让我好过 清穷之主 心中想着 不由有点小小的郁闷 他原先可是信心十足 结果没想到这气灵从扣地印中领悟的东西 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看来 得换个想法 这戒气气灵 也算是一个罕见之物 在某些地方能够派上极大的用处 要不要把那个东西给寄出来 干脆将气灵给收服 清穷之主心中开始盘算 极为纠结 那件东西拿出来 他要付出的代价可是极大 大概过去百席之后 清穷之主终于打定了主意 解除了一个玄奥的法印 在那扣地印之中 竟然印生生浮现出来了一个虚空裂缝 这是什么手段 少耗的声音拔高 变得又尖又细 双眸之中充满了警惕之色 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制造虚空裂缝 嘿嘿 我老早就跟你说了 哥的手段可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现在吧 我给你两个选择 清穷之主笑咪咪道 什么选择 少耗冷笑道 你这又想耍什么手段 呵呵 我这两个选择 对你绝没有任何坏处 第一个选择 当我的仆人 以后好好伺候我 等我成就道尊 改天换日之时 再放你自由 清穷之主笑道 第二个选择 还是当我的仆人 你选哪一个 这两者之间有何区别 少耗怒目而逝 你少给我痴心妄想 我从戒气中而生 又从扣地印中领悟爵士之法 不管你有什么来历 有什么身份 我少耗爵不会任你为主 大不了于死网破 你这还真是冥顽不灵啊 既然如此的话 我便带你看看我的传承 清穷之主摇了摇头 吐出了一滴混沌精血 在虚空之中写出了一个轻字 刹时之间 那虚空裂缝急剧扩张起来 不到一席的时间 他便有了百丈之高 百丈之宽 少耗心中锦铃大作 连连后退 很快他便看到在那虚空裂缝之中 出现了一道鸿芒 少耗脸色一睁 旋即心神一颤 这一道鸿芒 竟然是一眉眼睛 随后 那鸿芒一震 少耗就感觉眼前一阵恍惚 心神立即被拉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之中 见到了让他无比震撼的一幕 大概两个时辰之后 扣地影之中的争夺 彻底拉下了帷幕 归于了平静 少耗站在清穷之主的身后 满脸复杂 眼中有着一丝不甘 还有一丝尚未彻底消散的恐惧 从今日开始 少耗便奉你为主 少耗带着满腔的憋屈 低下了头 清穷之主 得手扣地影 第2939张面剑换天道尊 一 清穷之主刚刚从扣地影中走出 一眼就看见了江洪秀等人 神色不由一争 秦焕呢 秦焕在哪 难道说 我靠 那小子得到了戒气 清穷之主震惊了一下 回问少耗 道 小二 刚刚戒气内到底是什么情况 少耗听到这个新的称谓 翻了翻白眼 道 请叫我少耗 哦 好的小二 少耗深深吸了口气 道 你那位朋友有点不简单 听完之后 清穷之主眼中露出了一道莫名的神光 旋即在他们两人面前 一缕光芒垂落下来 秦南从天而降 我靠 你身上怎么这么大的杀气 你到底杀了多少人 清穷之主脸色一惊 只见现在秦南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一道道朦胧红光 整个人宛如修罗之神 煞气滔天 少耗见死 都不由缩了缩脖子 先前对付我们的人 我杀了一大半 秦南说完之后 看向了少耗 眼睛唯唯一眯 隐隐有胸光闪烁 你是什么情况 可可 老弟 现在这货已经是我的仆人了 他对于先前自己犯的错 已经有了深刻的认知 你就别跟他计较了 清穷之主说完后 直接一脚踹在了少耗的身上 将他胸口踹出了一片粉碎 鲜血淋漓 少耗不怒 反而心中暗松了口气 他知道清穷之主这事在护着他 不然就凭他先前做的那些事情 情患定然会让他生不如死 话说 你那个戒气是怎么回事 清穷之主岔开话题 满脸疑惑 戒气这样的状况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先前我没打算戒气 后来 秦南没有隐瞒 唯唯道来 还有这样的事情 饶式清穷之主 也是目露震惊 传音道 在诸天万戒 都布下戒气的存在 这可是非常恐怖的手笔 必然是道尊境界的存在出手 看来 我回头的好好查一查 同时清穷之主心底暗喜 看来这次费了那么大的劲 把这少耗收为仆人 的确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到时候 在探查戒气之谜的时候 说不定可以在关键时候 起到很大的作用 秦南见他并不知情 也就不再想此事 他距离那的层次还太遥远了 只能等以后 从大上戒中走出 来到诸天万戒之时 再去扎扎 言归正传 清穷之主平复情绪之后 脸上不由露出了 莫德意的笑容 道 此次虽是艰难 但最终结果不错 借气你到手了 扣笛印我也拿到了 说到这里 清穷之主想起什么 虽是传音 但声音不自觉压低了一些 你恐怕快要回到未来了吧 应该是的 秦南眼神为宁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秦南心底认为 他回溯扣地印之后 或者是他推演出大同天觉 又或者是这场法 先大会拉下帷幕 他就可以结束这场幻境 回到真实之中 当然了 这并不是绝对的 毕竟眼下的幻境 已经超出了秦南的预料 只是目前而言 只有这三件重要的大事 不过 对于秦南来说 秦南是希望这幻境早点结束 不然一直拖下去的话 秦南根本无法保证 大上界那边过去了多久 万一过去了猝年 那他在回到大上界的时候 可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就算有着绝世伟力 恐怕也无法改变结局 想到这里 秦南心里不由一紧 莫名地生出了一丝担忧 还有一丝恐慌 在那里 他重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真的拖不起 既然如此的话 带会你先进入扣地印之中 看看能否回本溯源 发掘一些幻天道尊的秘星 清穷之主传音说道 同时右手一挥 一面淡灰色的水墓 浮现在了他的身旁 秦南如今身为借主 不再是无下阿蒙 他第一时间就感知到了 在那水墓之中 存在着一个无比奇妙的空间 笔及戒气内形成的戒心空间 似乎都要玄妙不少 等这里结束 我再传你秘法 等你回到后世之后 但愿秘法能够帮上你 以免我之肉身落入叛徒之手 到时候引发莫大的劫难 清穷之主说道 嗯 那我先进去了 去吧 我的好好恢复一下 见到秦南走入水墓之中 站在清穷之主身边的少号 脸色犹豫了许久 才小声问道 主人 你这兄弟又是什么来历 得知清穷之主的身份之后 在想到秦南先前的表现 少号自然而然认为 这秦南与清穷之主一样 都是有着那种恐怖来历的存在 哪怕不如清穷之主 但也不会逊色多少 他 不能提 一提就声不如死 清穷之主压低声音道 这么恐怖 少号脸色一惊 心里微微移动 或许跟着这样的主人 跟着这么恐怖的一帮人 可能也是他的机会 此时此刻 秦南来到了一片奇妙的空间 他的脚下明明是一片 晶莹剔透的大海 在其深处却漂浮着一颗颗绚烂的星辰 在他上方是一片浩瀚的天空 却倒挂着一座座山峰与森林 秦南尝试着感知了一下 只能感受到一片混沌 感受不到任何属于这扣地印的玄妙 这扣地印确实非同凡响啊 地生和光阴刀在体内看着这一幕 不由发出了一声感叹 秦南点点头 不再浪费时间 盘膝坐下 运转先天无体 在心中尝试推演大同天绝 这一次 并没有马上出现奇妙的反应 而是秦南渐渐沉入推演之后 一直过去了足足八个时辰的时间 在这片奇妙空间中 才涌出了一道道灰蒙蒙的光芒 慢慢将他身形给覆盖 第2940张面剑换天道尊 二 一股无形的犀利 笼罩在了秦南的身上 令他瞬间就从沉迷的状态中拖出 随后 秦南只感觉自己的灵魂 像是被吸入了一个虚空之中 眼前是无边的黑暗 不知过了多久 秦南眼前出现了一点亮光 他立即加速朝着亮光冲去 随后便感觉身体一轻 出现在了一个院落中 院落不大 占地不过千丈 中间载着一棵柳树 树下摆放着一张白玉堂椅 一名身穿白袍 面色温和的中年男子 正躺在那椅子上 手中握着一个紫金色的茶壶 在他的面前 有着一名约莫十五六岁的少女 正拿着一个漆黑的毛笔 低头在地面上画着什么 秦南下意识看去 那是一道道如龙般的纹路 隐隐有点熟悉 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师父师父 我画完了 少女声音清脆 小手把毛笔一扔 抬起头来 却让秦南瞬间一惊 少女长得并不惊艳 只是皮肤比较白皙 让人感觉颇为清秀 但少女的一双眼睛 里面有着金 紫 蓝 三种光芒不断闪烁交织 让秦南有种格外强烈的熟悉感 这双眼睛 秦南皱了皱眉 把道拿起来 就这样丢在地上像什么画 中年男人说话的声音 打乱了秦南的思绪 你就这么讨厌吗 师父 我并不讨厌啦 只是师父你不是答应过我 画完九万九千道之后 你就带我去无为海麻 少女面了委屈之色 唉 这无为海空无一人 景色也不算绚丽 到底有什么好趣的 唯师真是不懂你 中年男子叹了口气 但他嘴上这么说 还是站起身来 嘿嘿 师父 无为海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那里有太极鱼呀 烤起来可好吃了 少女脸上绽放笑颜 我上次也尝了口 味道也就那样啊 中年男子说着 一边走向了门口 少女连忙跟在了后面 师父你这是不懂欣赏 我跟你说 我上次还看到 幻天师祖偷偷跑到无为海 一口气抓了九十九条太极鱼 烤着吃呢 什么 幻天师尊 幻天师祖 前一句惊讶 来自于中年男人 后面一句惊讶 则是来自于秦南了 秦南原本以为 这中年男人就是幻天道尊 结果搞了半天 这只是他的徒弟 这 秦南反应过来 这次回本溯源有点不对劲啊 无论是在日月天碑 还是在戒气里面 秦南都是见到了最为原始的画面 打造日月天碑和戒气的主角 第一时间就出现了 可是现在 第一时间出现的不是幻天道尊 而是他的徒弟和徒孙 先看看 秦南连忙跟在了后面 只见到中年男人很快单手结印 将紧闭的大门推开 煞时间潮水起伏拍打的声音 立刻传入了秦南的耳中 少女尖叫了一声 惊喜地向前跑去 中年男人摇了摇头 无奈地跟在后方 秦南抬头看去 就见到了一片辽阔的淡灰色大海 天空中洒下的一道道金灿灿的阳光 没入这大海之中 就像是没入了深渊 没有掀起任何光彩 中年男人走在临海的沙滩上 凭空画出了一个躺椅 然后躺在上面 取出一本古籍 像是在借着阳光津津有味地读着 秦南凑近一看 古籍上一片灰蒙蒙的 没有任何古字 少女则是欢快地跑向了大海之中 随后掀起了一道道轰鸣声 少女施展着各种古老奇特的手段 追逐着一条鱼鳞呈现灰白二色 足有三丈之大的古鱼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大概一个时辰之后 中年男人还在看书 少女则是欢喜地拖着一条太极鱼走来 然后用冰刀剔除鱼鳞 用法力制造灶台 里面升起三色火焰 将太极鱼架在了火焰之上 滋滋滋的声音响起 少女像是变法一样 从储物袋中一口气取出了足足101种不同的瓶子 从里面撒出各种粉末 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排龙须 用作刷子 在鱼肉上不断刷着 秦男看着这一幕 渐渐有点茫然了 这一切和扣地印的诞生有什么关系 还是说 这里面藏着什么无上玄机 他并没有看出来 玄机个鬼啊 这就是师父抵不过吃货徒弟的请求 跑来这里吃鱼 秦男轻轻吸了口气 不再看着一幕 而是尝试着朝吴维海飞去 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 然后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秦男重新飞回来了 前面探查吴维海的时候 他并没有遭到什么阻拦和影响 但是在他不断地深入 忽然看到五头无比庞大的双色龙 在那海中大打出手 他就无法再继续向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五龙打的昏天黑地 所以 秦男选择了回来 中年男人还在读书 少女还在考虞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慢慢看吧 秦男心中暗道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四个时辰 五个时辰时 中年男人在看书 少女在考虞 六个时辰时 中年男人在看书 少女考虞考完了 美滋滋地啃了一条 然后又奔去吴维海 又继续考 七个时辰 八个时辰 九个时辰 一眨眼三天过去了 中年男人还在看书 少女吃了不知几条 仍然还在考 这一对师徒三天里说的话 不超过十句 而且意思都差不多 大概就是一个问又考完啦 一个就回答考完啦 还想吃 秦男沉默不语 不得不说 这三天下来 他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 这少女考虞的手法堪称非同凡响 看得他都隐隐有点恶意 也让他完全学会了 回头可以给公主同敬他们试试 不过秦男不着急 也不烦躁 这么多年的修炼岁月都走过来了 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 果然 第五天的时候 终于发生了变化